他最初是做工廠,但他發覺做工廠是想自己做生意 所以他想想有什麼生意可以做到 他覺得做事好像比較簡單 亦可以自己處理得到 他打算公至不出頭 第二個理由就是他覺得如果我租了一個地方做店 我就可以在店裡住 即是說可以連租都節省一些 這個想法我相信是他有想過的 我們在上面睡覺 下面就是店 最深驚的是一打風 因為我們是近海邊,近碼頭 一打風可能真的會倒灌 試過有一次因為水浸 而我外面對出一條馬路 你知車一走過的時候 就像是一條船一樣,有浪 我記得四個有一次是有浪蓋過來 其實木門不是很穩陣 一個浪蓋過來之後,門是發下來的 爸爸是擋住門的 其實我爸爸也很擅長的 他除了做士多之外 他會想了很多方法 就是利用那個地方做多些不同的生意 例如是什麼呢? 本來是士多 他可能會賣其他東西 那時候會賣水果 又或者有一段時間賣牛奶麵 豬手麵、咖啡、奶茶 我們會用那個地方做一些東西 那時候是要拿牌的 所以我們沒有牌去賣麵 所以很害怕那些小販管理隊 他真的會來捉 我知道那時候被捉到 是整架六面的車要沒收 一沒收了之後 小時候我們不懂 我們沒收了之後 因為我們要幫忙賣麵 反而沒收了之後 我們還覺得有幾天休息 那時候小時候真的不知道 以為有幾天駕房 但其實那時候應該都損失慘重 爸爸媽媽真的很疼 很疼我們 很多時候 譬如說我兩個姐姐最大的 我兩個姐姐讀書很厲害的 所以我爸媽不太讓他們 留在店裡看店 反而給他們多些時間上樓讀書 但兒子 即是我要留在店裡幫忙多 因為你讀書是不厲害的 沒錯 我讀書是不厲害的 我覺得我爸爸很顧家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雖然我們生活都有點辛苦 我記得我爸爸很堅持 每一年都會 因為我媽媽是在廣州的 我記得我爸爸每年都很堅持 暑假的時候 即我媽媽生日的時候 是要回去跟媽媽做生日 要放幾圍酒 但我爸爸也很堅持去做 我看到我爸爸對家裡那種關顧 或者我看到他對媽媽那種敬愛 我覺得這件事是令我懂得怎樣去 愛惜我爸爸媽媽 我亦都在他身上學習 我應該要這樣效敬父母 我其實很想跟他們去旅行 但我發覺可能他們想要的東西 未必是去旅行 即是可能他們很簡單 吃一頓飯都可能已經很開心 或者帶他們出去都已經很開心 因為其實旅行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的壓力很大 即是因為我媽媽的行動不太方便 即是要她經常揹著輪椅 或者推著輪椅 她會覺得好像很麻煩 所以我就想 如果他們真的很想去 我都比她大 但如果她真的很不想 我都用別的方法 跟她去一下街 吃一頓飯可能他們已經很開心 我想有一層好一點的地方 即是有一層樓 好一點的地方 讓她有居住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不是說現在的環境不好 但我又覺得 其實我們做子女都想有一個好一點 舒適的地方再給她住 我覺得這一點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或者時光可以追回一些 我真的很想跟她再去旅行 我記得我去新加坡做事的時候 我真的安排過她去新加坡 跟我一起去旅行 那次真的很開心 我們一家人一起去旅行 帶她到處去玩 帶她去玩 但我發覺 那次之後都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跟她去旅行 對呀 我想共處的時間 對我現在來說都挺珍惜